或者半年再之前的時間 是打算加入MIRROR的 甚至有考慮偶像這條路的 其實我為何可以在現在鏡頭面前見到大家 其實某程度我覺得是有一個 我人生之中經歷過一個很大的悲劇 平時我想我就聘請很多女嘉賓多 我聘請的男嘉賓我是真心很欣賞她 很想跟她聊天 嘩 甜蜜到我 真的 豪迪 Hello 大家好 跟豪迪邀請她的時候 我就已經是說明了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拍一段很搞笑的片 今天真的大家可以坐定 甚至乎可以很感性地聊一下笑這件事 哇 很認真去探討 是啊 那時候你找我的時候也覺得 你首先覺得自己是不是一個搞笑的人 我覺得自己是 是啊 是的 因為我自己是 喜歡哄別人開心的 別人開心之後 給回來的回饋是 我是很開心的 我半年前開始後來我發現 原來我其實對於戲劇這條路 我都不是很堅定的 或者半年前再之前的時間 是打算加入MIRROR的 甚至是有考慮過偶像這條路的 真心的 沒有攻擊 No offense 哈哈哈哈 我之前可能鋪過一些比較可能穿搭 有一點點的照片的時候 原來是會削弱了觀眾看我 然後開心搞笑的那個感覺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試過鋪過一張營的照片 然後觀眾有一個在下面回應 就是說 就是說了這句 我舉個例子 我覺得是成功的 失敗當然很多 成功的例子 我覺得是黃偉文 偉文他本身一出來做DJ的時候 大家覺得他搞笑 他演很多喜劇 然後他都花了很長時間 去告訴別人填詞的功力有多多 然後他時尚的時尚有多強 然後大家覺得現在個個大師 沒有人會視你搞笑的 真的 但他花了十幾二十年時間 真的 這堂太轉了 因為我以前一開始認識他的時候 都是搞笑一些電影的片劇 自由燈這個想法 會不會也都關乎 其實打蟲心底裏都不是太享受別人笑自己 這個真的很骨子類 這個真的很骨子類 可能心底裏那句就是 不會想人笑我 現實之中都是那個 傻仔 或者小丑 可能這些 但其實因為這一種對我來說是一種 大家如果笑是因為我的表演 或者我的創作角 我是很開心的 我是很開心 但你總是會覺得 現實之中的不是這樣的 這些是我創作出來想大家去開心去嘗試的一件事 所以我見過很多 無論是喜劇演員也好 做棟篤笑的也好 其實他們很怕私底下 你去吃個茶餐廳 大家都會說 我可不可以講個笑話來聽 搞不定 這個真的搞不定 我想你一定都會遇過 在街邊說 豪D可不可以拍照 給我一個搞笑的表情 我剛剛開完會 我記得有個粉絲 打了一篇 說不行 豪D我失戀了 好不開心 你可不可以講幾句搞笑話 哄我開心 還是我走出來 然後我會說 哇大佬 要多高手 要多高手 神仙才能做到 要我覺得他搞笑話 然後就說 哇 我之前的女兒是誰 我不記得了 忘記了 所以已經不開心了 其實是很難的 然後我真的覺得 馬佬沒那麼強人所難 所以我就是 為何今天 遇著你的時候 很想拿這件事 放下了一條片去談 因為我覺得 搞笑的人是很偉大的 真心是的 這個 我如果要跟你做朋友 我要做一個聆聽者 去聽你的不開心 我都已經要花我自己 很多的耐性時間 然後我還要哄你開心 大佬 我要將你的情緒 180度逆轉 做喜劇搞笑 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在生活上不開心 你會覺得苦中作樂 是可以怎樣做到 例如快樂 這個 其實真的是一個態度 人最開心的時候 其實就是小朋友的時候 而小朋友的時候 就是 我認為人沒有那麼聰明的時候 沒有那麼聰明 還有天真一點 其實人是會開心一點 因為一個小朋友的眼睛 去看這個世界 因為我真的很內涸 真的有沒有享受你自己的生活 你有沒有經歷過一些事情 不好笑的 反而是在你的人生中 留過一些遺憾 遺憾嗎 喜劇的落合其實是悲劇 所以喜劇的態度 就是因為你要面對著這些不開心的時候 你怎樣會覺得 其實這些東西 都隨遇而安 你覺得很少 其實我 為甚麼可以在現在鏡頭面前 看到大家 其實某程度 我覺得是有一個 我人生之中 經歷過一個很大的悲劇 我覺得是 在我正直是一個初中 看到休克的皮膚 都知道我運動的時候 是挺厲害的 有可能 我突然之間有一天 是 坐長途巴士 八個小時 坐在長途巴士 睡著了 然後下車的時候 突然間 腰部傷了 在說那個傷 我以為是一時三下 誰知道是成為一個 慢性的腰痛 然後之後 在我高二高三的時候 我是傷到 連走路 因為腰很重要 男人 尤其是女人 女人都很重要 為甚麼呢 走路 都是很大影響的 甚至是 已經是腰痛到 走路的時候 每一步都 是痛著 我是覺得人生 他媽媽的 沒有了一個希望 因為 我很喜歡運動 但我那時腰痛 我是做不到運動的 我是覺得 糟糕了 我應該收皮了 連等到高二高三的時候 正正因為這個腰痛 我就留在澳門的醫院 去看醫生 覆診 定期的覆診 都看了很久 一兩年 本來因為我打算出澳門 外面讀大學 因為這樣 我就留在澳門 就讀澳門大學 亦都因為這樣 開始接觸到 舞台劇這件事 但其實 你想想 其實如果是 在那時候 我是覺得很 沒有希望 因為我喜歡玩的運動 又玩得不好 然後我原本想出去讀書 的一些計劃 又沒有了 然後就要留在澳門 這裏 一直在說 每個星期要去覆診兩三次 去看醫生 我還記得浸在那些水療 那些池裏 去做物理 腹療 等等這些 然後你就會覺得 搞什麼 然後怎樣怎樣 但就是因為 我留在澳門 然後到現在 然後就 令到我 遇到我自己 喜歡做的事 如果不是我應該 沒有可能 不會演戲的 不會演戲 不會接觸戲劇的 表演是零 即是 我是不知道什麼來的 一些你當初以為的 一些悲劇 不好的事 它竟然是 你人生中 一些這麼重大的 一些轉折 然後還要是 一些這麼好的 一些東西 都能打回你 是否是禍你不知道 是否是禍你不知道 更加反映 為什麼不是 應該一直用一個 開心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我可能在這樣 貫穿了一些 可能我會覺得 我看這個世界的 所有事的看法 雖然道理是很老套的 但是也很真的 你發生過這樣的事 你不開心去看待 但結果又好像 為你開了另一條路出來 是的 如果是信息做我的朋友 我是人馬 我覺得我算是那種 幾不留遺憾的人 他才是 很好啊 是不是 我是那種 但是我也承認 我經常留遺憾的 可能就是 在關係上 有時候會沒有那麼主動 因為我可能就是 很表面的搞笑 而有些東西 我沒有很真摯的 跟一些朋友 或者家人去分享 而可能這麼巧 我的家人和朋友 現在都還很安然地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我暫時還沒有遺憾感受 我希望不要發生 不要發生 希望不要發生 是的 這是你開心的人生 應該真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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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分享 應該認真 真的沒有 不要追求想分享 是的 真的沒有 如果可以追求到 沒有遺憾是一個很好的事 沒有遺憾不等於你的人生沒有不如意 只不過是可能那些不如意的事情都已經不是遺憾 那就很好 這個可能就是我本身的一些人生態度 還有遺憾可能是我心目中很難成立 因為我覺得 當那些是遺憾的時候 其實那些遺憾是成就了 現在是你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不會存在在這裏 當你擁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又會看待那些遺憾 多謝你發生過 所以又不是遺憾 因為是它令到你現在存在著的 所以我又不會覺得那些是遺憾 經歷一部份 我覺得另一個重要的點 就是因為我現在很享受我現在的我 所以我覺得那些東西不是遺憾 是一些令到有現在的我的存在 正 我覺得 所以今天我覺得是會給大家 甚至我自己 去看到蠔底平時在舞台上 螢幕上 另外一個幾不同的面向 都 是的 我以前都不覺得原來有這麼大分別 可能真的 多點跟自己相處的時候 就會發現到其實原來 你真正的自己是怎樣 我自己是這麼想的 沒有了 還有祝你慢慢睡到一個好覺 哈哈哈哈 發表無謙無掛無憂無慮 沒猜到訪問了一個這麼開心的人 我本身以來打算 非常好 每個喜劇演員背後應該都是 很深層 這個題目是開心的 多謝 多謝Hody Thank you 拜拜 多謝支持 多謝